烧烤美食 让您在大饱眼福的同时 轻松掌握专业的烧烤技巧 让您的生活从此更加精彩 自然 自然又名安息回乡 维吾尔族称之为自然 自然负油性 含浓烈香味 外皮呈青绿或黄绿色 它主要用于调味 提取香料等 是烧烤食品必用的上等作料 口感风味极为独特 气氛的烧烤味 气味芳香而浓烈 辣椒粉 辣椒粉是红色或红黄色 油润而均匀的粉末 是由红辣椒 黄辣椒 辣椒籽及部分辣椒感 碾细而成的混合物 具有辣椒固有的辣香味 胡椒 胡椒是胡椒科植物的 球形坚果 干质加工而成 带黑色果皮者称为黑胡椒 去黑色果皮的白色种子称为白胡椒 胡椒属于世界性的重要香辛料 它主要用于烹饪调味 配置咖喱粉 肉食腌温椒加工的防腐香料 五香粉 五香粉是一种复合调味品 南北各地均产 配方不同 多以花椒 茴香 大料 姜粉 砂仁或豆蔻等香辛调味料 调制而成 现在市面上的烧烤酱很多 但不一定合乎每个人的口味 而且每次吃同样的烤酱 也会令人感到乏味 您不妨试试以下我们为您推荐的几种配酱方法 说不定正合您的口味 烤肉酱 配料 酱油两食 白糖 米酒 冰糖各一食 柴鱼精 干海带 姜粉各两食 做法 将所有材料混合均匀即可 麻辣酱 配料 柠檬汁50毫升 番茄酱两大食 辣椒油 辣椒酱 黑胡椒粉各一小时 蚝油 辣椒末 黄酒 红糖各一大食 蒜末二分之一食 做法 将所有材料混合均匀即可 五味酱 配料 酱油 香油 黑醋 白醋各两食 番茄酱三食 姜末 蒜泥 辣椒末各一食 做法 将所有材料混合均匀即可 蒜泥酱 配料 蒜泥两食 酱油三食 味精 米酒 白醋各一小时 细砂糖一食 胡椒粉十两 做法 将所有材料混合均匀即可 盯汉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菜品 叫做烤海鲜 也就是说碳烤生蚝 首先呢 我们把当天送过来的生蚝 把它清洗过后 这个是蚝壳 我们把它轻轻地放在炉子上 记得刚发过的生蚝 它跟肉跟壳是连在一起 但我们在烤的 在开的过程中 一定要把肉跟壳分开 这样在烤的过程中 我们有愿意 就是说时间比较短 而且烤的时候简单 而且速度又快 烤顺豪 现在把蚝壳摆在炉上过后 先不要急着放蚝肉 再把蚝壳烤肉过后 然后我们再后面加烤的过程中 会要稍等两分钟 两分钟过后 然后再加蚝肉 好了 好 我们现在摆在炉上的蚝壳 里面的水分已经烤干了 可以看到里面已经是白色了 那么现在我们就先 现在就把开着的蚝肉 我们把它放在里面 首先呢 放在里面的蚝肉是反面的 一个一个都放在里面 放在里面的蚝肉 放在过程中一定要记住 开着的蚝蚝是哪一种 它是头部 还有一种是吸盘 还有一种就是说尾部 吸盘是靠着蚝蚝尾边的 然后头部就说蚝蚝跟蚝蚝 还有一种是吸盘的 然后过三十秒钟 可以看还有一种是吸盘 还有一种小泡了 然后我们就把蚝蚝翻一个面 然后蚝蚝已经翻完了 现在呢 就是浇上我们已经调好的蚝蚝 蚝蚝蚝里面还有 大量的大蒜素 会防癌的 一个蚝蚝不要放太多 蚝蚝半勺已经够了 放的过程中一定要记住 放好的时候 把勺子里面的蒜蚝 把蚝蚝全部盖完 好了 蒜蚝已经加完了 蚝蚝是生长在海里的长时间的 因为它里面盐味不是很重 所以说在调味蒜蚝的时候 我们把蒜蚝里面的味稍微加重一点 可以看到了 里面已经开始冒泡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把小红椒 很常见的一种小红椒 拿起来 放在蚝料的上面 这样有些客人喜欢吃辣的 这个很爽 很舒服的 还有一种蚝蚝 如果说客人要吃生的话 这种辣椒是对那些广东的 喜欢吃生的蚝蚝来说 是一种很好的调料 蚝蚝刚加完蒜蚝 烤制的时间大约为三分钟左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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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伙可以看得见了 这生蚝开始猫猫已经好了 但是大家看到周围的生蚝还没有动静 所以说把这生蚝交换一下 这里肯定温度比较高 然后把这个生蚝转过来 放到这里温度比较高的地方 把这个放回原味 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蒜蓉是白白的 为什么呢 最主要是因为说我们的蒜蓉里面已经加入了调料 盐 味精 低筋 以及熬油之类等等的调料 那么现在这个短短的几分钟 这个生蚝已经好了 我们把它给夹出来 放入盘中 吃蒸熬是女性的美容院男性的加油站 下面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说烤秋刀鱼 首先我们把弄好的秋刀鱼 把肚子里面的肠子给它去掉过 然后上面打一点 打一两边给它打上刀花 主要是说就说在烤的过程中 让秋刀鱼入味 首先我们用就把秋刀鱼用橱刀把它给穿起来 在穿的过程中从嘴巴直接穿到它的尾部 但是穿的过程中不要穿着肚子 一定要穿着它的跟着它的背一直穿到尾 这样的话在烤的过程中有便于翻的时候好翻一点 好了 秋刀鱼在烤的过程中比较可能会出现粘网子 然后呢我们就说适当的在油 拿起油刷上面 粘少许油 把网刷上面轻轻的抓一点油 然后呢把秋刀鱼轻轻的放在烤炉上面 上个烤炉过后 然后再把秋刀鱼的两边轻轻的刷一点油 火候要求的是偏中火 如果说火候太高 很容易会把秋刀鱼给烤 表面会给烤糊 然后呢如果说火太小的话 时间稍微较长 烤两面的过程中 第一面大概要一分钟左右 好了 好现在一分钟过了我们就开始轻轻的 在翻之前先不要急 把这边也再次刷一下油 翻的时候不要一下子翻过来 我们就要对秋刀鱼温柔一点 但是现在有点粘网子 我们就拿刀子轻微地刷一下 好了看到秋刀鱼现在已经表面已经是金黄色 我们再次轻微地倒一点油 看得到皮已经烤过了 说明时间不是很长 那一面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掌握好时间 一定要时间到位 要不然的话翻过来的皮也会像这样子 秋刀鱼我们现在已经烤了一段时间了 现在再次刷一点油 翻个面 翻面的时候小心 轻轻地把它翻过来 看到这边效果比刚才的效果很好 然后呢我们现在就把秋刀鱼 背面稍微轻轻地打上一点点 刮上一刀 这样呢让它烤的速度能够快一点 然后再轻微地刷一点油 大概那边的烤时间也就一分钟左右了 秋刀鱼再刷一次油 然后再来翻面 烤一下 这边打上刀花 再次刷一点油 这烤的工程中它两边的已经都烤完了 我们就把秋刀鱼轻轻地两条都立起来 烤一下背部这一块 背部这一块肉比较多 反正在烤的时候不是很熟 我们就把它给两条对起来 烤一下 然后再刷一点油 适量地烤一下过后 然后把它放齐 就开始刷酱油汁 虽然说秋刀鱼是属于海鲜的 但是我们在打的过程中 酱油汁味味道要偏重一点 然后我们再用刀子把秋刀鱼的肚子稍微破开一点 塞上刷油 刷酱油一定要放少一点 它最主要是起了一个去腥的作用 刷酱油上方过后 然后再气味道刷一点油 刷酱油塞进去了 但是还有刷酱油已经塞进去了 就是说它在烤的过程中 一定要把刷酱油给烤烤烤浆 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撒辣椒 然后再打一只咸 轻微的滴一点点油 让咸咸爆香 然后再翻过来 这边撒辣椒 咸咸 再滴一点油 然后这边开始又开始翻过来 爆香一下 翻过来再烤一下 好了 我们现在烤的秋刀鱼 可以 好了 可以已经出炉了 秋刀鱼 它本身外面就已经是金花座 所以说这下是外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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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危机 如果这下子最遇 개 如果那么يع intention 因此儿 所以说这下子相公 我们用可 Enter 许说这下子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种肉类很常见的一种鸡翅 这种鸡翅我们是已经把它腌好过的 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把它放到烤箱上 这个鸡翅它最主要就是说腌的时候放的有盐 味精还有其他一些调料之类的 放烤箱上然后首先去为了摔一点油 烤个面 现在烤着时间大概为两分钟左右 我们现在把这些鸡翅都放在一起 烤箱上然后再开放 用一个鸡翅的鸡翅 开放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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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把鸡翅再翻一个面 现在颜色已经是金黄色 然后再去稀微的翻一点油 注意一点 烤鸡翅的时候 因为它鸡翅跟鸡翅本身就有这么长 所以说在烤的过程中 把鸡翅然后炉中间稍微推烟一点点 让它鸡翅稍微烤到有火的地方 不要让它再烤完过是还没变颜色 也就是说相当于就是真的 现在鸡翅两边都烤的都已经是金黄色了 我们现在就开始打刀花 在花鸡翅过程中是一道难题 所以说花鸡翅的时候 我们首先由头部直接插入鸡翅 鸡翅的中间部分 跟着这个顺着骨头一直划下来 划完过然后这里再稍微的轻易的打一刀刀 因为这边鸡翅肉很难开的 划完过然后翻过来 这边头部这一块轻微的打成一刀花 这个鸡翅也一样 打上刀花再对一刀 它有些鸡翅是正反两面的 所以说我们在花鸡翅过程中 一定要分清正面与反面 左鸡翅板跟右鸡翅板 相当于这个跟这三个其余都不同 而这个开的鸡翅板是从左边开下来 刀子拉偏斜 从头部一直划下来 同样还是身上打花刀 挡过然后再加刷少许油 烤的时间一分钟左右 一分钟左右 然后过去再少许的刷一点油 特别是头部翻过来 刷少许油 再烤 时间大致为一分钟左右 ned 绑 好 再次把鸡翅 翻一面 稍微少许油 现在的鸡翅也就是现在的差不多六成熟 最难烤的也就是说鸡翅的最顶上一块 上面那块骨头比较大 而且肉质也比较多 我们为了让它头部能够尽快的熟 我们可以想个办法 把鸡翅一起来 直烤头部 过去一分钟的鸡翅 我们现在就把鸡翅拌下来 整齐的拌好 倒入油 把鸡翅拌下来 翻面 现在就可以 刷酱油 轻微的刷一点 翻面 刷少许酱油汁 然后加上辣椒粉 再来吧 再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